积极镇富山国小原本就已经在民国104年来成立永昌国小富山分校 一直到今年只剩10位学生就读 因此县府在为学生各项考量下 规划停办富山分校并入永昌国校 今天代表许书华县长来积极镇的永昌国小富山分校 主持富山分校并回永昌国小的公厅会 也谢谢黄春宁议员特别来表示关心 并且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 我们总共目前富山分校有10位学生 县府主要的考虑是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在他们的比较小年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比较多的同侪 学生比较多的学校 也容易去规划比较多元丰富的课程 副县长也强调 在会中听取家长的意见过后 将会来进行规划 不论是学生受教权 交通或是原校区的教室 都会有适当的安排 所以一切的措施 我们今天听乡亲 以及我们学校老师 家长 最重要的是家长的意见以后 在确保孩子交通上学便利之下 保障孩子受教的权利 以及员工的权利之下 我相信包括对空间的利用 我相信县府一定会落实所有说明 以及承诺的每一个点 也谢谢大家的指教 我们会朝向大家今天指教的意见 特别是防疫员对我们的期许 我们会来努力落实 先议员黄春林指出 冰校过后 后续的问题应妥善处力 积极的与家长沟通 让孩子们可以安全无语的上学 富山国小分校的并校公听位 在教育处的前置作业前 跟学校教职员工 还有我们富山里的学生家长 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后 取得体谅 宪服 基于学童的受教权 采取并校的措施 在交通费的补助 还有交通保险的部分 还有书籍 也有从1,500元提升到2,000 5,000元也提升到8,000元的交通补助 来提升家长的接送 县府教育处强调 绝对会提供最好的配套措施 来照顾分校师生的需求外 也会针对后续 校舍与用地活化的部分 配合积极正工作与地方的需求 来朝向工艺使用发挥 记者邱秉毅 积极正采访报道